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言道 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人生在世 一切靠自己最可靠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住在 只有强大自己 即使前方再危险 也能顺利跨过去 今天 亦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聪明的人三不斗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亦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幼学穹林》里说 食食物者为俊杰 未先吉者非明哲 一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 或是大环境使然 或是心里作祟 总想争一争 斗一斗 以此来彰显自己人生的意义 沾沾自喜 无奈有勇有谋之大丈夫 然而曾国藩曾言 事有三不斗 勿与君子斗明 勿与小人斗力 勿与天地斗巧 不和谦谦君子比名声 不与奸诈小人争利益 不跟天地耍机巧 方为真俊杰 不与君子斗明 人要脸 树要皮 君子看重道义 也注重名声 所谓是可杀 不可辱 正如书院杂眼所言 夫君子爱口 孔雀爱语 虎抱爱爪 此皆所以置身法也 君子爱惜自己的名声 就像孔雀爱惜羽毛 虎抱珍惜利爪一样 但君子爱名 取之有道 曾国藩认为 青才足以巨人 绿脊足以服人 量宽足以得人 身先足以率人 左宗棠素来对曾国藩不服 处处与之作对 他落难时 曾曾国藩与胡林一举剑 才得以带兵 东山再起 但是他并不领情 后来仍然极力攻击曾国藩 曾国权兄弟 两人断交时 左宗棠南征北战 需要两响 军械 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 都是倾力支持 或许是曾国藩的大度触动了左宗棠 曾国藩去世时 左宗棠送来的晚连上写的是 知人之名 谋国之中 自愧不如原府 同心若今 功错若实 乡妻无福平生 与真君子斗 往往只会让自己无地自容 曾国藩以诚待人 以身作则 宽容谦逊 连结自持 为自己的好名声 注解了一生 不与小人斗力 俗话说 宁可得罪十个君子 不要得罪一个小人 得罪了君子 双方坐下来摆事实 讲道理 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 得罪了小人 他不仅不跟你讲道理 甚至还会对你怀恨在心 林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 绝不肯在私人争辩中耗费时间 争辩的结果 包括发脾气 失去自制 其后果是难以让人承担得起的 从你决定和小人讲道理的那一刻起 你就已经输了 安始之乱平定后 功高权重的郭子怡并不居高自傲 反而更加小心谨慎 有一次郭子怡生病 一名叫卢起的官员前来探望 此人乃历史上声名狼藉的奸诈小人 相貌其丑 人人都把他看成是个活鬼 一般妇女看到他都不免眼口失笑 郭子怡让家人避到一旁不许露面 他独自待客 卢起走后妻妾们表示不解 郭子怡说道 这个人相貌丑陋 内心险恶 你们看到他万一忍不住发笑 那么他一定会心存记恨 要是将来掌了权 我们家族就遭殃了 果不其然 卢起当了宰相 极尽报复之能事 把所有得罪过他的人 统统除掉 唯独没动郭子怡 打交道时 宁得罪君子 也不要得罪小人 是高明的处事方式 古人云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小人忍耐 是为利益舍弃道义 有利就是爹 有奶便是娘 小人善渡 报复心强 飞黄腾达日 便是他人 虎落平阳时 古人说 画虎画皮 难画骨 知人之面 不知心 又说 逢人且说三分话 不可全抛一片心 又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又说 人不可貌相 还不可斗梁 又说 名枪易朵 案件难防 人生在世 要学会洞悉人性 正当防备 不欺弱势 不惧强者 顺势而为 不与天地斗桥 曾国藩说过 凡成大事 人谋居办 天意居办 我争者 人必争之 极力争未必得 我让者 人必让 极力让 未必失 三国演义里 水静约 卧龙凤厨 两人得一 可安天下 实际上 刘备两人皆得 却并未得天下 最后 只有司马辉 道出了真相 卧龙虽得其主 不得其时 惜在 逆天而行 不得其时 才是诸葛亮 一生的命数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其实天道 不是多玄乎的东西 离我们并不遥远 是让人顺着 自然界的规则 遵循为人处事的原则 更好的 利于这世间 清代 山音金先生说过 为人行事 勿猖狂 福祸深渊 各自当 大意是 做人做事 都不能太张扬 但惜祸福 都得自己去承受 之前演员 翟天林 可谓是 猖狂的真实写照 因为在微博上 晒出自己 获得博士学位后 被粉丝扒出 学术论文作假 而跌落神坛 他曾经在采访中说 等我穿着博士服 照相的时候 我会上热搜 我再让所有人看看 谁牛 如今 他的诺言实现了 有博士 有热搜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 所有人都看到了 他一点都不牛 翟天林发道歉信 退出博士后流动站 多年以前 在综艺节目上 他的老师 就给了三字忠告 别嘚瑟 老天给了提醒 他却因为自大 而置若网闻 他的张狂 早就让他 站在了悬崖边上 所以人啊 真的不能得意忘形 你觉得自己牛 真碰上茬子 你不堪一击 还有前段时间 开保时捷跑车的富婆 自己本身 没有按规定掉头 却嫌前面 开齐瑞车的男司机 挡了他的路 气势汹汹 下车就扇了 男司机两耳光 气焰非常嚣张 还号称 自己可以随意闯红灯 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殊不知 自己的所作所为 多么愚蠢 对他来说 更糟糕的是 派出所所长老公 被停职 自己家底被查 上高中的女儿 被同学嘲笑 有句话很适合保时捷女 天欲其亡 必让其狂 有的人 嚣张跋扈习惯了 以为全世界的人 都会惯着他 也不看看 自己是几斤几两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 是无敌厉害的 云云众生 缓缓相克 互相制衡 你可能很有钱 但你打不过路边大哥 你可能很有名 但你斗不过敬业狗仔 你是公司高管 但总有人在你之上 你位高权重 但架不住家里保姆祸害你 所以人千万不要高估自己 想要一生平顺 最好是能谨言慎行 谦卑低调 永远记得小品演员 赵立荣的四字名言 狂没好处 顺天而为是智慧 逆天而行是偏执 跟君子共事 把名望让给他 就能得到利益 跟小人共事 把利益让给他 就能得到名望 不耍华取巧 顺势而为 机缘自然就来了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